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滑雪来说还是挺方便的 很多小伙伴会问我第一次滑雪需要注意什么 那之前答应给大家要出的滑雪攻略 我已经在认真的筹备中很快就会拍摄了 但是其实除了滑雪装备和护具以外 很多人都会忽略护肤品 洗个脸先 如果我们只是带基础的保湿产品的话是肯定不够的 因为像我们在滑雪的时候温度很低 然后风又很大 所以就很容易干燥其皮 再加上在东北这种地方室外很冷 然后室内暖气又开得很足 所以温差大的话呢 也会容易导致皮肤敏感或者是泛红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一套可以预防干燥和急救烂脸的护肤品才可以 像我这一次出来就只带了这一套Fab 他们家的这个急救面霜已经活了很多年了 我第一次购买它的时候还是2016年 然后当时他们没有开旗舰店 大家都是带购买的 像我上一次来滑雪就太大意了 没有怎么注意护肤 回去之后整个脸就变得很敏感 然后泛红还蛮厉害的 到家之后就一直再用Fab的这个水和霜来做修护 现在已经是恢复的挺好了 就没有怎么泛红了 那今天为了给大家展示它强大的修护功能 我就会半边脸涂它 然后另外半边脸涂一个普通的面霜 来看一下滑雪之后两边脸的一个皮肤状况对比 因为我这两边长了两颗非常明显的姨妈痘 所以大家在测评的时候就忽略掉它们 然后只看皮肤的其他状态 这两边我贴一下痘痘贴吧 我去换一身装备我们就去滑雪吧 冬奥会女子单板 一号选手 二号选手 三号选手 出发 今天的第一趟缆车 记录一下出发前的皮肤状态 没有前期教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线上教练的教学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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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上学试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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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坐椅子 看山上 Michael Jackson 看山下 坐椅子 看山上 Michael Jackson Michael Jackson 坐椅子 Michael Jackson 坐椅子 Michael Jackson 现在滑的差不多了 想要去咖啡厅休息一下 他们是有个山顶的咖啡厅 然后就特别有氛围 手已经冻到红红种种的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两边脸的对比 其实两边脸都有一点点泛红 但是左边脸会稍微稳定一点 然后右边脸就会更加的红一点 左边脸是感觉挺滋润的 但是右边脸就有一点紧绷的感觉 那我们现在赶紧用急救面霜来抢救一下 可以稍微涂得厚一点 然后过十分钟我们看一下吸收之后效果怎么样 十分钟过去了 他这个面霜已经吸收了 变薄了 然后呢整个皮肤都镇定了很多 泛红也消下去了不少 最关键的是现在皮肤变得很润 就不会那么紧绷了 每次去滑雪晚上回到酒店 整个人就超级的疲惫 因为滑雪真的非常消耗热量 没错滑雪可以减肥 滑雪我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去泡个温泉 或者是去按个摸 那今天毕竟皮肤还是有点冻伤了 所以回到酒店 大家也一定要记得再好好的护肤一次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超级有效的二倍速燕脉急救法 那我们先用这个急救面霜来护肤全脸 因为它里面是含有微米级的燕脉成分 修复维稳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所以才会叫急救面霜 但它完全是可以每天日常使用的 它里面的质地呢是像酸奶一样的 然后延展性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肤感是那种既滋润又不油腻的 里面呢是有添加三重保湿成分 可以很好地给皮肤补水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燕脉水来打湿湿肤棉 这个燕脉水呢它是像燕脉奶一样乳白色的 然后流动性就很强 而且它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粘腻的 这个燕脉水里面呢就是有添加绞砂万和透明质酸 就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喝饱水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要把这个湿肤棉叠加在我们敷满面霜的脸上 你们平时护肤是不是有个先后顺序 要么是先水后霜 要么就是先霜后水 但是在我们皮肤又干又红的时候 大家可以试一下水和霜叠加使用 这样子它的效果就是会像 开了二倍速一样 掏两个鼻孔让它喘气 可以省掉一半的时间 修护效果也是直见double 因为它们都是有添加很多提亮美白的成分的 所以后敷完也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 这种美白保湿的面膜 等待15分钟就好啦 滑完血之后特别容易 第二天全身酸痛 所以大家睡觉前可以跟着帕梅拉 做10分钟的全身拉伸 这样子会减缓明天的酸痛 现在15分钟到啦 我们把这个湿肤棉揭开 大部分都已经吸收进去了 所以就变得很透明了 多余的面霜 我们可以去把它这样子 稍微按摩一下 然后让它更好的吸收 因为它这个是水和面霜 所以它是不需要清洁的 就很方便 有没有感觉整个脸都提亮了很多 而且整个皮肤就是水水润润的 非常的软嫩 后续也不需要再叠加任何的产品了 可以倒头就睡 真的非常的适合懒人 来东北必吃铁锅炖 哇哦这个纠缠环境很好 对哦 我们是做三雕家 哦不是我们是里村长家 这烤火的 哇哦 开起来好好吃啊 阿姨说先吃粉条 好好吃啊 今天呢是我们在这的最后一天了 那昨天厚服完水和霜之后 这个脸都已经好很多了 大家看我这两颗斗 真的比昨天更好 消下去好多 这个都平了 但是因为昨天睡觉的时候暖气开太足了 烤了一个晚上 然后现在起来之后 我脸稍微还是有点点暗沉和拔干的 而且呢今天还是要继续玩雪 所以要提前把皮肤的预防工作做好 来上一个十分钟燕麦急救面膜 这个是FAB新出的燕麦面膜 它简直是临时抱佛脚神器 比方说大化妆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皮肤起皮 或者是卡粉了 或者是熬夜皮肤暗沉 用这个敷十分钟就有很明显的改善 急救修护 去黄提亮 还有滋润保湿都拿捏住了 它是这种燕麦物丝的质地 里面可以看到真实的燕麦颗粒 满满的燕麦颗粒 涂在脸上是很轻柔的 不会磨脸 非常的舒服 而且很好推开 里面是有很多舒缓维稳的成分的 所以就特别适合敏感肌做密集修护 而且还有添加很多保湿提亮的成分 对抗我们皮肤的暗沉和干燥 所以它的功效是非常全面的 我们大概敷个十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可以看到面膜真的薄了很多 感觉里面的营养成分都被吸收了 我们来洗掉看一下效果 洗完脸之后真的感觉皮肤变得水润了很多 而且肤色整体也均匀提亮了很多 像是我们重要场合前皮肤容易出现问题的姐妹们 一定要抱紧这个缩脚 之后我们再用到昨天的燕麦水和急救面霜 认真护肤好好的预防 这个燕麦水它的渗透力非常的好 就是在脸上随便拍一拍它就吸收掉了 而且吸收完之后皮肤也是很水润的 但是一点都不粘腻 然后再用这个面霜薄涂收尾 你们一定要像我这样子在手上按摩乳化之后再上脸 不然的话小心用错会搓你哦 像他们家的水和霜平时薄涂的话呢 就是那种滋润又不油腻的 在需要急救修护的时候又可以厚涂湿肤 所以就是一物多用性价比非常的高 那这个面霜吸收完之后皮肤就变得非常的保湿了 而且摸上去也是非常的坦润 这样子三件套做完之后 昨天冻伤的皮肤又重新恢复了元气 又可以出去耍了 先我们来骑雪地摩托 这里有个骑浮的地方 骑一个头 招财敬宝 海源广静 扔上去吗 丢下来怎么办呀 再扔 看 耶 一次中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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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杜 好啊 好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